我看PT有一個 杭州亞運的文章欸 看一下 今年亞運的轉播 台灣是愛爾達MOD哈咪Video Twitch還不確定會不會播 愛爾達YYDS 欸 你們知道哈咪Video裡面就有愛爾達嗎 所以如果要買的話 買哈咪Video應該是最划算的吧 欸 愛爾達電競是運動的項目裡面嗎 我也不確定 因為愛爾達分很多台 欸 因為亞運最後真的有打的才16隊啊 啊 真的假的 最後要參加的剩這些喔 太少了吧 菲律賓棄賽喔 其他隊棄賽我不意外喔 菲律賓也棄了喔 反正就不要抽到韓國就好了 那可以的話也不要抽到越南 那香港 日本最好也不要抽到 最好來個什麼 這個什麼 Ku 這什麼唸啊 科威特喔 這是唸科威特嗎 什麼這幾個 隨便選一選 越南國家隊 我是說最好不要 不要有那種風險嘛 那打其他像這些什麼哈薩克的 科威特的 然後澳門 這些不就完全都沒有風險可言嗎 對吧 泰國什麼 這不是隨便炸嗎 我的意思是說 只有韓國是最危險的 其他 可以不遇到的話可以不遇到 啊遇到也沒差 啊是說我 我一直想 帶你們看一下那個耶 對岸網友 對於我們亞運會的一些留言耶 我們來看一下 我有整理出來 但我一直沒有找時間看 那這個是 什麼時候 7月7號的時候 我們正式宣布名單 那他們的回應是什麼 留言是什麼 好 第一個 小小EDG 居然擁有三位亞運 然後兩位前亞運 欸這個人是誰啊 我看虎撲每次都超多那種 NBA的頭像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是誰 你們有在看NBA嗎 NB 啊這個很強嗎 強 啊他為什麼要擺出這個臉 蛇蛇可太色了 傻小 這下入主了 就出出一個放心 都狗加蛇蛇 沒必要啦 CASA看見這下入就能理解您了 然後接下來哆啦A夢 什麼哈蘭德世界盃開打曼城 只剩哈蘭德一人 啊 我知道這個梗 因為哈蘭德是在那個 挪威國家隊的嘛 然後 挪威國家隊我印象中 連世界盃都沒有進 哈蘭德好像是裡面最屌的 我記得哈蘭德超屌的 他這個梗是這樣吧 欸為什麼每次虎服都要貼這張啊 FORBO毫無疑問是現在整個台灣最強中路 確實 感覺可能是因為完整體 PSG被WE0封了 所以乾脆就讓LPL選手來打了 確實 PSG居然被WE0封 啊對 可能大家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 亞運之前還有一個叫 亞運徵土的資格賽 那中華隊是派PSG 中國隊是派WE 那PSG被20 俊佳竟然競爭不過CASA 這不科學 欸我覺得還好欸 欸好色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好色到底是什麼梗 在對岸好色到底是什麼梗 是熱 那個意思嗎 很假吧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啊這個又是誰 這張網友怎麼沒有什麼有趣的留言啊 Betty我感覺還不如DOGO 蛤真的嗎 欸等一下我這邊稍微簡單問一下大家 你們覺得Betty跟DOGO誰比較強 我從很早以前就一直說 我覺得Betty比較強了吧 當然我是不知道大家現在的想法是怎麼樣 開投票 不用開投票 這感覺大家一打字就有了 還是其實有隱藏的DOGO粉 都沒有出來 只要不出聲就是DOGO粉 是這樣嗎 就學我們韓總基的說法啊 你只要不出聲 就代表你是支持的 台灣這幾年真的沒人了 這個個都是老人 確實 中路LPL中上水準 AD跟打野中油偏下水準 輔助上單PCS水準 純客觀中立 其中打野跟輔助還是年齡導致的水準下降 至於上單 我只能說從頭到尾PCS級別 我覺得他這樣講其實還蠻中肯的 因為這是亞運的名單啊 只有上路 Hanabi跟REST是沒有打過LPL的 其他都還在LPL 都愛問歌很中肯 WBG飲水機是亞運首發 還不如上俊佳 俊佳是蠻多人喜歡的啊在對岸 LPL強的才能來 對啦 等往高處走 好看完了 接下來看一下那個 亞運熱身賽對岸網友的留言啊 韓網熱議 韓國對VS 中國台北 靠要中國台北啊 在法恩問金的角落 蛇蛇變成一團肉末 跟此歌行個禮 卡薩還在打 Gogo笑死 留言超多87超噁爛 欸這個我在PT上有看過 打台灣還能被領先 欸 好我們直接看留言 FMRO論壇 FMRO論壇是什麼啊 類似PTT嗎 啊 沒了 大家看下一邊 韓國跟中國台北 首發名單 看一下首發名單大家留言 飛隔大戰的Folker Hanabi跟Soward到底誰送的快 欸 所以那場火龍有很送嗎 好像沒有對不對 抗韓奇俠 確實 要是輸了 韓網估計得炸鍋 好像大家都蠻中肯的 說真的 我也沒有看到什麼很偏激的言論 好 下一個 韓國1-0 中國台北 京東雙球輪流吸 嚕了14砂 凱砂 卡砂 先下一城 欸我們直接看留言 京東這兩個太猛了 1000個讚 亮了 感覺選人挺有意思的 兩個京東的出來拿了22顆人頭 京東無敵啊 看完我只能寄希望LPL 中尚能不能給到韓國隊壓力了 下路感覺不抱啥期望 此地猛啊 原本是二小於三的優勢在我 可是 關係互佔了輔助的坑 然後上單德州把自己玩出局 作為京東粉 我很開心啦 但轉頭想想我們中國隊 求求下路兩位別送 看完我陷入的城市 凱砂這麼猛 怎麼不選得喜歡玩凱砂的去 這是在指UZI嗎 Jeky Love 好 Gala 欸可惜沒有Gala 欸這貓咪好可愛喔 是不是很多那種大陸小姐姐都喜歡用這種貓咪當頭貼 好 下一位下一位 韓國2比0 中國台北 KASA喜歡開團 太崩全隊 KASA又送大節奏 2223個亮了 又是你PIZZA FOFO無罪 大狗真是菜了沒邊了 真的R7手的 閃現WA啊 就是營運跟細節有點差了 優勢的時候不敢打 懦弱的不行 不該看的時候瞎開一波直接輸 嘖 我覺得那波還啊 大家都在輸出我們KASA嗎 我真不理解為什麼霞不搞島勾成啊 我看著搞島勾2 他在講他要巴桶那波吧 他走出去輸出了 欸 星圖 宅壁了 那個彎彎活化石上單 藍薄補刀一直沒有比對面朱妹多 關鍵是場面又不劣勢 話說比第一場那個上單有用點 起碼團戰大招放的還行 第一場那個抽象波比 蛤 哪裡來的活化石 戰馬感覺也是運氣好混的冠軍教練 後面帶濤薄 W1都是腦溢血 有嗎 我覺得這就有點尬黑了吧 戰馬到這個講得這麼那個了 好 看完了 其實對岸的評論也算蠻友善的吧 對吧 也沒有特別講什麼 真的很誇張的東西 雖然看一下感覺還可以啊 我原本會以為很激烈 什麼屌噴什麼的 因為輸的不是中國 啊 對啦 對啦 你這樣講沒錯啦 對 跟你們講 我最近接了一個學校電競社老師的工作 然後是女中 你們有聽過一個叫魏黎女中嗎 好爽喔 有什麼好爽的啦 我對小妹妹沒有興趣啦 也不能有興趣好不好 他媽的真的被抓去關 而且車馬費那些扣一扣根本沒什麼賺 有點後悔當初接了 我真傻逼 會不會交手遊 因為這個年代高中生都玩傳說吧 我還想教他們教我玩傳說咧 啊我去幹嘛不交囉 不知道 陣子頭誰打囉啦 陣子頭就沒人打囉啊 他們就有點類似你知道那種電競社 就是 你們就想像一下你們高中去一些很廢的社團 那老師真的有在教什麼的嗎 你就只是去那邊休息耍廢玩手機而已嘛 對吧 那如果我管很多不就他媽的是千苦罪人了 只要做一歲喔 他們應該先把我殺了吧 才一歲了咧 卻女校沒付錢倒貼就不錯了 還要付錢倒貼喔 那麼硬喔 交往感覺比較有機會 那我可能要先被關咧 欸 如果女校最低年齡的是16歲好了 我已經24了 差8歲了耶 靠腰 16歲合法 那又怎樣 靠杯你們不要在那邊咧 等一下老師看到覺得我真的有意思怎麼辦 小高一有些還沒滿16 哇你這個中肯 你這個什麼 看似很中肯的建議 什麼啦 什麼還在裝啦 亂講 會讓他們知道我開膽嗎 如果有問的話就告訴他們啊 有帶過學生都要知道我這個概念保護自己 對啊 千萬不能啦 千萬不能啦 他媽的 這個東西真的發生的話就不好笑了耶各位 沒有啦 沒有啦 我算是別人推薦的 因為別人做不下去了 然後就找一個人接 啊我原本想說我很閒啊 結果我後來發現我很忙啊 被告都幫我想辦法 好啦再說啦好不好 靠杯啊 那到時候開庭你一定要到呢 靠杯